《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的嘉 我是Annie 奇梅娟 今天又在這裏和大家見面 今天看看我旁邊 我請了一個好朋友的兒子 Francis 他在90後 他讀完中七 讀了兩年副學士 讀了兩年副學士 現在很成功 進入大學 所以我今天為何特意請他來 我便知道五月六月香港都是一個考試的時間 中七的同學應該已經考完 考完他們的A級試了 準備要找學校 所以今天我請了Francis 他拿到很多資料 一會兒他會展示給大家看 同學可以在這麼多的選擇裏面 如何去選擇適合自己的出路 好 現在開始了 Francis 好多謝你今天上來 我們今天集中講舊制 因為新制未實行 我們還有舊制 下年才是末代考生 是嗎 是的 我們先講回舊制 有甚麼資料給我們 中七的同學考完試後 有甚麼出路 我知道你很好 做一個給我們 在網上找下來 中七的同學考完A級試後 很想入大學 但如果不能入到主流大學 不能入到聯礁底下的大學 亦不想去外國讀書 那可以怎樣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我今天會介紹的就是 包括施立大學 樹人大學 有公開大學的課程 還有各大社區學院 和專業教育學院提供的副學士 以及高級盟憑課程 這些都是同學可以考慮的選擇 嗯 這樣 那就是 如果經濟能力負擔得到的 那當然是去海外升學 現在海外升學 我們就不講了 我們只是講本港 在本地裏面可以的學校 我又知道現在有甚麼叫 副學士 又有高級盟憑 又有社區學院 其實那些是甚麼來的 怎樣分辨的呢 其實 社區學院主要提供的 副學士和高級民憑課程 基本上 香港好像每一間大學 都有附屬的社區學院 譬如港大有HKU Space 這個理大有HKU Space 成大和中大都有他們自己附屬的社區學院 這些副學士和高級民憑 我就分開講了 副學士分為 自負盈規和政府資助兩種 政府資助那種 其實大家在填Drupal的時候 都會接觸到 都會填到有得選擇的 這個自負盈規就是我接下來會介紹的 是 這些是自行報讀的 多數他們都在A級放了房後 就會公開招生 然後呢 在香港政府的資歷架構下 他們是高過中七學歷 亦都低過學士學位 畢業生多數是讀過兩年 然後就可以銜接 本地三年制大學的二年班 或者一年班 但如果有些可能很厲害的同學 非常之優秀 他們讀完副學士第一年 就可以申請大學 然後就讀第一年 其實整個制度是很膨脹的 但如果用年期去講 讀完中七 不能進入大學 到最後大學畢業 讀完一個榮譽的學士學位 需要四年時間 兩年的副學士加兩年的學士學位 或者一年副學士加三年的學士學位 就是這樣 高級文憑和副學士的分別是怎樣 他們倆都是隸屬於副學位課程 但他們的分別在於 兩者都有通識教育和職業導向 但副學士就是偏向通識教育 高級文憑就是偏向職業導向 想升學的同學 如果缺納至上升學 就應該選擇副學士 而如果入考慮工作 可以選擇高級文憑 是的 那些人又說讀完副學士 很難進入大學 那是否真的 其實是的 是的 因為 它不像Ju Plus 譬如Ju Plus 你的成績達到某一個標準 譬如現在像你BBB 你根據統一派位 根據電腦排出來的選擇 如果你的選擇是適合的話 你是可以選擇大學的 但是 副學士或高級文憑不同 他們升大學沒有一個 很統一很既定的標準 很多時候都是看你校內成績 一些課外活動 有些甚至是 其實很多都會有面試 其實要考慮的因素是很多 所以不是說 你考到這樣的成績 就保證你入到大學 那是否即是 任那間大學的 那個學院長 去定 收不收 是 這個 簡單來說 Ju Plus 即是現在大家同學 如果考完A等級文憑有幸可以去到的 這個是電腦決定的 而副學士入大學 這個是不收 這個是人決定的 即是他收不收 就是他的事 但是 其實 那好像變數很多 其實是變數很多 我自己聽過 有些可能成績比較一般的同學 反而有大學收 但是有些很優異 譬如讀第一年 但到現在還坐在家裡 在想可能要讀第二年 其實兩年 那讀完兩年之後又怎樣 讀完兩年之後 那副學士又沒有大學收 那怎樣教 其實各大的社區學院 都有跟外國的大學聯繫 搞一些叫做銜接科程 英文叫做Top Up Degree 其實學費比較昂貴 昂貴過本地升學 但亦都便宜過外地讀 是的 這就是給一些讀完副學士 然後成績不太理想的同學 可以考慮這個選擇 嗯嗯嗯 即是如果你想繼續讀 就是讀副學士 如果你繼續入大學 如果不是 就讀文憑的課程 那你就可以選擇出來工作 是的 兩個其實都可以 工作和升學都可以 但是高級文憑會比較適合做的東西 副學士比較適合升學 哦 即是可能 舉個例子 是 副學士讀的東西是比較 可能是 很多是理論一點的東西 那高級文憑就是多一些實踐 或者是專業一點的東西 譬如 舉個例子 我們副學士就有 我是HKU Space 我們副學士就有這個商語研究 就是我正在讀的 那裏面有些課程是 是關乎到翻譯那些 當然你讀商語 最終是 希望是讀一些翻譯的東西 但是同時間 HKU Space 是有這個 高級文憑是 是直接讀翻譯的 那大家看到的分別 一個就是讀 一些理論 對 另一個就是 職業道向 就是怎樣做一個翻譯的 那些 就是大家看到的分別 好的 那現在我就清楚了 要麼是課學士 要麼是你讀高級文憑 那除了這兩樣之外 那我還有甚麼選擇呢 我看到你剛才的版本有很多東西 是的 我接下來還會介紹的是 樹仁大學 施立大學 公開大學 以及職業訓練局提供的課程 那我首先就講大學 因為始終同學 讀完七年中學 都是希望入大學的 那我先講施立大學 那樹仁大學 就是一間香港的施立大學 它提供的課程 就是全部都是全日制自資學位 那大家都知道 沒有政府資助 那當然是貴一點 是的 那學費方面 就是比一般資助學位 是貴一萬多元 大概是五萬五千元一年 哦 五萬五千元一年 是的 讀三年 那它的學科選擇 就比較熱門或者主流 很多都是在本地其他大學 可以找到 譬如語文 中英文 匯計 工商管理 或者它最出名的新聞及傳理系 這些都是在其他大學 我們都可以找到的 那 那一些同學 如果覺得它不想博附學士 不想博高級文憑 就直接讀一個貴一點的學位 就可以選擇 樹仁大學 那 那 另外 公開大學 我剛才說過了 那公開大學 它有不少的選擇 因為它裏面也有很多學院 就是有這個人民社會學院 教育及語文學院 科技學院 和商業管理學院 這些東西 大家都是平時聽過 那 但是同學要留意 就是它跟樹仁大學不同 雖然它也是一個 Jupert以外的大學學位 但是它修讀的年期是多一年 哦 因為 香港暫時普通大學是讀三年 還未讀三三四 但是公開大學就是這樣的 我簡單介紹一下它的架構 首先 它呢 要完成一個 榮譽的學士學位是需要讀四年 而第一年 就是適合一些中六 或者是異常學歷的學生 第二年就是適合副學士畢業生 任何副學士畢業生 而第三年就是適合 相關學科的副學士 或者是高級文化畢業生 嗯 嗯 以 A級畢業的學生 為例 它們是適合第一年的 嗯 是的 舉個例子 剛才我說的第二、第三年分別就是 譬如這是英文系 是 我副學士是讀英文的 那就是第三年 我副學士是讀科學的 那就是第二年 嗯 就是這樣 所以 如果同學選公開大學 就要花多一年的時間 哦 才可以得到一個相同的 即是認可學位 即是認可的學位 學費方面就是 如果以四年制的大學計算 你們第一年讀 總共是要大概二十萬港幣 即平均活五萬元一年 五萬元一年 那是差不多 你剛才說的那也是五萬多 這個五萬 普通學位是四萬多 哦 即是更貴一點 是更貴一點 那還有教育學院呢 你剛才也有提到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 其實可以是 同學經Jupper's Bowl 或者是 其實好像其他大學一樣 讀完 副學士 高級文鵬 那些就去報 嗯 另外我想提到的 就是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嗯 就是這裡 即是職訓局提供的 是 然後呢 他們提供的課程 就跟 我剛才提到的高級文鵬不同 因為他們只是提供高級文鵬 是 他們提供的那些是 更專門 更加是職業導向的 即是有些同學 如果是 讀完七年中學 覺得自己也不是讀書的材料 不如 學一門技術回來 然後 然後 日後學完這門技術 可以找到工作 甚至你有興趣的 可以繼續升學 哦 他們那些 學科選擇是專門一點 例如工程 設計 資訊科技 嗯 是的 學費方面就是 27,000到45,000一年 哦 是的 是看不同的課程 嗯 另外升學路徑 即是如果讀完 你覺得 自己在這方面也有所長 可以繼續發展 就可以 讀他們職訓局提供的 銜接學位課程 哦 那就是 因為銜接學位 他們為了認可你 讀過兩年高級文憑 這個學位只是開兩年 即是你報了 就只是由 年一年讀到年二 那就跟一個銜接學位一樣 哦 這樣也挺好的 如果有銜接 即是跟我剛才說 社區學院和其他學校 搞的那些 上升級文憑 其實那個方向是一樣 都是讀兩年 就是認可你本身 讀完的學歷 其實如果這樣說 譬如說中七的同學出來 其實選擇也挺多 當然我剛才聽到 Francis 你說的 很多的學費都是要 四萬多至五萬多 那麼政府有沒有資助 你帶學生的 有 如果這個 富學士和高級文憑 都可以問政府貸錢 全部都有利息 就分高點利息和低點利息 高點利息那種 大家都猜到 免入息審查 低點利息那種 就是入息審查 我又聽到說 一畢業就要立即 做政府追求你還錢 是嗎 這個我不太清楚 因為我認識的同學 暫時正在借錢 不需要還錢 因為你還未讀完 這個問題我們容後再探討 今天我很感謝Francis 你們來給我們 介紹了很多資料齊備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中七的同學 你們畢業了 其實真的有很多出路 你選擇 就不愁自己 哎呀 中七了之後 不知道怎麼辦呢 原來這條路都是這麼好的 又有個銜接的 在這裏 我希望大家 各位同學 都能夠找到你自己 適合你自己的路 一路好好地發展你們的人生 今天我很感謝Francis OK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就是I Read A sehen they Code Code A N 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